Hello 大家好 我是理查叔叔 这是理查叔叔继续聊天第三集 为什么今天不讲课就聊天呢 因为隔壁在装修 他会把那个装修声音录进来 我有强迫症啊 我只要教课的时候 听到这种声音我就讲不下去了 好 今天讲一件快乐的事情 有一个人送了我一个东西 这个 这什么 夹子 不是 达达里奥的tuner 什么是tuner 不是金枪鱼啊 tuner tune 就是调音 tuner 就是调音器 这调音器有个好处 就是它很小 就夹在这儿 然后 看啊 我从后面这样看 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可以谈到一半的时候 装模作样的按一下 就要调调音 不会被发现 因为平常的调音器比较大 那这个调音器比较小 那小的话呢 当然看得比较不清楚 但它有个好处就是 你不用拿下来 而且它很简单很简易 像我这种 IT男呢 就喜欢这种简单的东西 你看为什么iPhone手机卖的这么好 就是iPhone手机的外型 你看以前手机都是很 很复杂的外型 现在都变得很简单 越极简越好 这也是一种 个人的品味啦 不一定这种品味是对的 这个是一种品味而已 每个人都有品味 自己的品味 没有对与错 那像这样的品味 你看像这个吉他也是 这把拿火吉他 它的几乎没有什么包边 然后四角都是平平整整 就是说每个人 都可以有自己 不一样的品味 比如说我有一把这样的吉他 如果哪一天你要去 我们家附近那种 IT公司分享音乐 哇里面那帮IT人 一个个都老高冷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带个很花俏的东西 那不是显得 把人家吓一跳吗 心脏病都要发了 所以呢 就要带一把这么简单的 极简风格的吉他 去的时候装模作样 我们走的是北欧风格 冷淡型 好 既然都看到这里了 都快两分钟了 那我要给大家一个福利 来我也送大家一个东西 要的就发微信跟我要 这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Tuner 但这个有点笨重 我以前都用这个 这个是小天使的调音器 它是一条线插进来 然后这条线可以出去 那如果你懒得两条线 你就插进来 然后调好油再拔出来 再插到别的地方就好 所以你必须得一把电箱吉他 再来跟我要 而且我只有一个 然后跟我要的话 不要钱 但是运费你要自己付 或者你自己来拿 或者我们约时间到哪拿都行 然后勒 这个调音器 我觉得礼尚往来 有人送我东西 他为什么要送我东西 你知道吗 因为他说 他觉得我拍教学视频很辛苦 也没有收入 他觉得要支持我一下 就送我一个 Tuner 这Tuner也蛮贵的 也要两百多块 我谢谢他 他说给红包太熟气了 所以就送我Tuner 不过这里更正一下 其实给红包也不熟气 好啦 就这样啦 这堂课就到这里结束 不是这堂课 这个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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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